年底选战开打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在昨天上午到淡水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 而选区的议员和里长是站满了舞台 现场动算声不断 年底选举决战倒数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在昨天上午来到了淡水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 选区议员包括了蔡景贤 郑戴利湘 新人陈伟杰 还有里长都站满了舞台 包括前行政院长毛志国夫妇也出席立挺 而侯友宜当天行程虽然满党上午 马步停蹄的来到第三站 淡水国民运动中心前广场 参与竞选总部的成立 虽然风势不小 不过没有减低支持者的热情 侯友宜进场时受到群众欢呼 动算声不绝 我们在神党大学在进党的中间 我们应该进入法律生的探訪 我们三支 Charming 包括淡水 由淡水开始 第三接部的流亭马头 那把它發展成一個海洋觀光休閒產業的第一站 最棒的起站 讓淡海輕肥開始在懸接 懸接我們從天海線 然後從天海線慢慢的去把它規劃 那個地方沒有補兵 我們的休閒產業可以 洪友宜表示淡水各項建設成績淡海輕軌綠三線 在今年底就要完工了 而未來還有南海線還有淡江大橋 輕軌延伸巴黎等重大建設規劃 還有第三接駁游艇碼頭要發展成為海洋觀光休閒站的第一站 讓淡水運用海洋資源全力發展觀光 洪友宜更暢談以後不必每一個淡水人都到台北去討生活 而他也提起淡海新市政 無窮發展潛力未來也會增加托育社區長照關懷據點 連接復健營養職能治療資源不用再跑了大醫院 而另外他更推舉現場三位市議員參選人整代立香 蔡景賢以及新人陳偉傑 雖然現場風勢不小 但支持者更是熱情為選戰做最好的準備 記得許多人一旦去采訪拜託